哈喽宝贝们,又到了静世讲故事的环节,接下来啊,我们继续分享晚清的宗教战争,摘桃子。 多龙阿正亡以后,穆图善自然也是很悲痛,毕竟他和所有人都一样,都很崇拜他,但是与此同时,他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,因为多龙阿在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穆图善,接替他的职位。 多龙阿是负责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,同时也被任命为西安将军,如果不是意外战死的话,他很快就会升任陕甘总督,这在清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, 有点像今天的官员担任上海市卫书记一样,下一步就直接会进入军机处,类似于今天的常委。 这个职务,清朝的岳中旗、年庚瑶、福康安、李世瑶、林泽徐这一大堆名臣都有担任过,年庚瑶的时候叫川山总督,管的地方更大一些,这是一个被垂涎三尺的职位。 所以多龙阿之死,实际上是为穆图善打开了一条金光大道,让穆图善憧憬不已。 如果朝廷真的让穆图善担任了这个职务,西北的穆斯林叛乱很快就会被平息,因为在多龙阿的军中,穆图善是老二,这是大家公认的,所以他继位的话,大家自然会服他,他也有能力领导这支部队。 而且穆图善这个人,虽然军事才能不如多龙阿,但是在政治上,远比多龙阿更加成熟,这个时候,用他是最佳的人选。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的地方,不是妓院,而是官场。 都龙阿开创的大好局面,让很多人都垂旋欲滴,觉得现在进入陕西,那就像是去摘桃子,所以自然有好多人开始上下运作,而都兴阿成功的获得了这个职位。 都兴阿是一个红二代,高干子弟,最早的时候是都龙阿的上级,率领八级军队配合曾国藩作战,可是在和太平军战斗中,他屡战屡败,丧失了信心,就借口自己换了痛风,把担子甩给了都龙阿,自己跑回了北京城。 但是他没有想到,他那支部队,屡战屡败,到了都龙阿的手上,立刻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,横扫大江南北,卑阵西北各地。 这让都兴阿懊悔不已,他并没有把原因归坠于自己的无能,反而认为是都龙阿占了他的便宜,一直耿耿于怀。 现在都龙阿一死,他觉得机会来了,于是开始上下运作,他的祖父是清朝的内大臣阿纳堡,父亲伯多欢是正皇旗蒙古都统,因此在朝廷上能量是巨大的。 所以烧家运作,就把多龙阿留下的这个桃子摘到了手,结果穆图善只得到了一个荆州将军的任命,并没有能击替多龙阿的职务。 而且还迎来了一个空将干部,都兴阿,这可把他给气疯了。 虽然都兴阿以前就是穆图善的上级,可是穆图善从来就看不起他,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子弟,无能之辈。 现在自己的大好前程都被都兴阿给抢了过去,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。 雷正晚,朝克宗,陶茂林以前都是乡军的将领,都是都兴阿走了之后,才加入了都龙阿的军队。 和都兴阿没有半毛钱的关系,虽然表面没有说什么,但是内心都替穆图善暴打不平。 而都龙阿以前统领部队的时候,行政方面一大部分都是穆图善操持的。 都兴阿来了以后,内心不服的穆图善自然就撂挑子给他看。 而都兴阿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。 首先,按照都龙阿生前的安排,雷正晚和陶茂林收复了甘肃平良,攻克了张家川。 曹克宗攻克了莲花城,接下来该干什么? 都龙阿没有明确指示,因为他已经死了。 而都兴阿来了以后,当初都龙阿是怎样的一个想法? 穆图善自然不会告诉他,由于都兴阿出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并不了解实际情况,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。 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,管理军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学问。 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,没事,你得让他们安排很多事,让他们始终处于繁忙之中,千万不能让他们整天晒太阳。 这样,这群精力充沛,无法无天的家伙,就会有时间胡思乱想,惹势生非了。 而杜兴阿显然缺乏这种才能,这样三支处于进攻中的军队,突然一下变得无所事事了。 士兵一闲下来,就开始盘点在陕西战场上的收获,大家突然发现,人人都发了大财,于是所有的人都开始琢磨,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军队里。 由于在陕西和穆斯林的作战中,一路凯歌高奏,顺利的攻克了大量的穆斯林村寨,士兵的决裂收入是非常丰厚的。 换句话说,就像今天的士兵打完几场仗后,人人手里都有了一两百万,如果不停的处于繁忙的进攻中,大家本来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, 可是现在你让大家闲了下来,大家一想,复员退伍也挣不到这么多钱,子弹无情,何必在战场上拼命呢? 于是军心出现了动摇,人人都在考虑如何尽快摆脱目前的生活,早点留回老家。 其次,穆图善把行政管理方面的摊子全部撂给了都心恶, 而都心恶面对这些纷纷扰扰的杂事,同样也无从下手。 于是,部队的供给供应也乱了套,好多军队的发想发粮问题,弹药补给问题都没人管了。 由于部队经常不能按时的得到后勤供应,也找不到人解决,于是就更加无心恋战,怨气也越来越大。 都心恶显然不重视这些问题,顶着陕甘总督西安将军头衔,最重要的是留在西安或者是兰州,掌控整个大局协调各地的粮草和银两的发放,确保各路大军的正常运转。 但是都心恶却不把这些当成一回事,一个人带着木屠扇和他手下的军队,越过陕西北部,经过花马池,直接就进入了宁夏,去解决当地的叛乱问题。 这简直是奢本逐末,这是部将做的事身为统帅,应该关心的是全局,最起码他也应该先到甘肃的前线,实地考察一下情况,和雷正晚,曹克中,陶茂林打一个照面,开个会,安排一下他们下一步的任务。 毕竟那才是部队的主力所在,而他自己居然带着一只偏尸去了宁夏,实在是莫名其妙。 更重要的是,他应该先把甘肃的问题解决完,不应该急着铺摊子,反而需要先集中力量,消灭完串入甘肃的陕西穆斯林再说。 不然,这样动一滩西一滩的,在当时的通讯水平和交通状况下,是很难管理的。 当然,穆图善绝对不会提醒他,他巴不得他出个洋相,早点滚蛋走人。 就这样,一个大好的局面,就在官场的勾心斗角之中,走向了一个大危机。 都心恶的问题在于,他对形势判断有误。 他看到的消息是多龙恶一个又一个的胜仗,这里坚敌几千,那里坚敌上万。 陕西的穆斯林已经全部被赶走,形势一片大好,所以他抱着摘桃子的心态来,想的是这帮穆斯林看起来也不咋地,完全不惊打,而且杜龙恶应该把他们的胆子也给打破了。 他来了以后,只要允许穆斯林投降,那大家还不是蜂拥而来,感激涕零地跪在他的面前,于是他就可以轻松地把桃子摘在手中了。 但是问题是,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 首先,穆斯林并不胆小,相反,他们的斗志远比其他人坚强。 普通的清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,和绿营作战,他们是保持了全胜的,只是在多龙恶面前不行,根本原因是他们缺乏军事经验,所以被多龙恶打得大败。 他们怕的只是多龙恶,并不怕其他人。 其次,打到这个份上,大家已经有了续海深仇,有一批死硬分子是绝对不会投降的。 而且战场上,从陕西转移到了甘肃,情况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 这里比观众平原更加的贫瘠,后勤补给将是一个大问题。 最重要的一点,在陕西的时候,穆斯林各自为战,虽然互相支援,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。 而在宁夏和甘肃,教主是可以号召所有人的,这一点,都兴恶现在还不知道。 所以,都兴恶没有想那么多,他就一个人兴冲冲的带着心怀不满的木屠扇,也没有做什么周密的计划,直接进兵宁夏。 想先拿下周府立个大功,让朝廷看看,确保自己能坐稳这个位置。 到了宁夏周府附近的时候,他就派人通知城里的穆斯林赶紧投降,一律赦免,付我顽抗的一律杀无赦。 然后,他就坐在大营里摆好了架子,准备欲贯而来的穆斯林跪在他的脚下。 到时候,他先训斥他们一番,然后再安抚他们几句,事情就应该这样解决了。 可是,教主才不买他的这个账,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,已经知道了都隆恶的死讯,也知道了都兴恶和木屠扇的不合。 所以,他并不打算现在就投降,他要先让杜兴恶知道他自己的厉害,然后才有资格和他谈条件,保存自己的胜利果实。 杜兴恶正经危坐在大仗里好几天,可是没有见到一个穆斯林的眼子,这让他大失所望,搞得他气急败坏。 于是召集所有的军官来,准备攻城,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 杜兴恶心想,杜兴恶的部队应该是很能打,攻这个小城自然应该是守道秦来。 所以,聚集了众人以后,他就下达命令,木屠扇攻击城西和城北,金顺攻击城南,他自己攻击城东。 命令发完了,他以为众人会立刻就领命出发,可是发现众将领都站在那里不动。 他就有点纳闷了,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意思,于是他也不说话,看看这帮人到底能搞出什么幺蛾子。 众将领也很是纳闷,不知道杜兴恶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,因为他们不知道杜兴恶已经安排完了,这和杜龙恶的风格完全不同。 如果是野战,杜龙恶会安排的相对笼统一些,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,计划不如变化快,所以很大程度上靠将领的领场发挥。 但是也不会这么潦草,至少也有几个预案,而工程就更不一样,场景相对固定,讲求的是协调一致,必须把握好每一个细节。 如果是杜龙恶,他还会继续发言,或者和大家讨论,比如到底是轰城门呢,还是驾云梯,挖地道炸城墙,还是修炮台轰城内。 谁负责防止城内的敌人突然出击,谁负责城外设服打员,要不要微三缺一,设服在什么方向,四处巡逻的侦察哨,先出多远的距离,火力怎么分配,粮草怎么安排。 但要谁来负责,谁来保证后勤的畅通,所以众将领都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,但是杜兴恶要是肚子里有这么多墨水,当初他也不会是一个屡战屡败的家伙了。 由于他的出来乍到,大家也不敢随便发言,于是大帐里的气氛变得十分诡异。 所有的人大眼瞪小眼都不说话,谁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最后,杜兴恶忍不住发火了,你们还整什么,还不出城去攻城,谁敢不从,军法司徒。 众人面面相觑,心想,这就是你的作战安排吗?于是,人人的心里都给他竖了一个中指头。 一下子对他充满了鄙视,信心的领命离去,所有人的心里都明白了,这家伙是一个草包。 这种心态下,自然也就没有人真心的卖命,而且由于没有明确的指令,所有人都开始应付,一时之间炮火轰鸣,枪声大作,大家都在那装样子。 但是,没有人真心的用心攻城,这城自然也就攻不下来了。 刘荣的武器按时到达了,等他给部队换完了装备,准备和服王陈德财决以死战的时候, 他却发现陈德财已经突然消失了,由于南京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危急,求救的信一封又一封的发到了服王陈德财的手里, 而且一封比一封情辞恳恳,急迫之情异于言表,所以陈德财才知道,再拖下去已经不行了,只有分兵四路放弃了占领的城市,紧急南下。 刘荣入闪的通道没有了阻碍,就安排了一些人去攻打残存的里兰叛军,自己赶赴西安上任,到了西安以后, 他发现整个西北的战局全乱套了,都兴鹅围攻宁夏府城,没有任何进展,九突不下,都隆鹅的主力部队在甘肃无事可做,也无人管理, 他发现这样下去要坏事,赶紧就给朝廷打报告,掺了都兴鹅一本,慈禧太后本来就不想让都兴鹅去, 可是,架不住满人的压力,因为他最近一直把好事都分给了汉人,让一些保守的满洲大臣很是不满,为了平衡一下各方的利益, 再加上,他也认为,都隆鹅已经把局势都开创得很好了,西北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,就把这个桃子让给了都兴鹅去摘,不过他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, 给都兴鹅陕西总督任命前加了一个鼠字,也就是代理的意思,方便万一有了差错,自己也好下台, 其实,在刘荣报告之前,穆图善和其他的当地官员,早就把杜兴鹅的各种无能,给他打了小报告, 让他察觉出了穆图善和杜兴鹅的不和,令他十分的担心,战场上降帅不和,很容易出大问题, 现在一看,杜兴鹅这么无能,不属无方,有权无威信,驾驭不了众人,他知道,再拖下去,一定会坏事, 于是就赶紧召集群臣,让大家重新推选一个人选,免得酿成大祸,最后在曾国藩的力尽之下, 大家一直同意,酒精沙场,老城持重的乡军水师杨岳斌,是最佳人选, 而杜兴鹅在宁夏的这段时间,也终于搞清楚了,原来都是教主搞的鬼, 所以这帮人不来投降,于是他决定教训他一下,就命令雷正晚和曹克忠两军进攻金基堡, 端了教主的老窝,有些人打了一辈子仗,但是到头来还是不会打仗, 独兴鹅就是这样的蠢才,有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仗,但是一出手就招招致命, 教主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装神弄鬼,兴风作浪,最擅长的是背后使坏, 但是打起仗来的时候,他居然能把这些独门秘籍全部都派上了用场, 雷正晚和曹克忠刚一接到命令,教主就已经知道了, 他的那个情报网络消息非常的灵通, 然后很快他就想出了一套阴招来对应, 他的第一招比较常见,就是尖闭青野, 把从雇园灵州一直到金基堡一带的粮食牲畜, 全部疏散隐蔽, 这样让雷正晚和曹克忠的军队在路上得不到任何补给, 他的第二招是化学战, 但这种方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, 就是把靠近金基堡两边的山泉, 沿两侧的岸边深浅不一的埋下人类的排泄物, 这样取水的时候,表面看不出异样, 但是喝了肯定让你上吐下泄, 他的第三招是, 派白银虎带着现在已经很有战斗经验的陕西穆斯林马队, 拦截兰州城给雷正晚和曹克忠军队运粮的路线, 让他们陷入粮荒, 这招说起来简单, 但是情报工作必须要做得非常好, 而这恰好是教主的强项, 他的第四招说来也是有点邪, 他要等到雷正晚和曹克忠的军队军粮不计的时候, 就会假装要悔顾自心, 投案自首, 然后在痛哭流涕的派人给雷正晚和曹克忠的军队送粮, 请求他们原谅自己, 暗中在粮中参入盲销, 效果和巴豆差不多, 最后等他们跑去上厕所的时候进行反攻, 雷正晚和曹克忠两个人这段时间跌不管, 娘不疼, 独行恶说起来是他们的上级, 可是照面都没打过一个, 至于他们两个人的后勤供应问题更是理都不理, 全靠前段时间想来的粮食勉强度日, 现在已经快见底了, 所以现在都心恶突然想起了他们, 一来就叫他们两个去打仗, 让他们两个实在有点意外, 于是两个人就要求总得补给点粮食弹药吧, 杜兴哥一口答应, 说是马上安排从兰州运粮给他们, 但是谁要是信了他的话, 那就真的倒大霉了, 而这两个人的家底情况, 教主却是一清二楚, 接下来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按照教主预计的方向在走, 谁让他是天才呢, 雷正晚的军队在攻下雇员以后, 没有找到一颗粮食, 然后通向金鸡堡的路上, 沿途攻下的寨子也全都是空的, 这样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日益见底, 而杜兴哥许诺的补给, 据说已经安排了, 兰州派出的粮队现在已经在半路上, 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却始终见不到踪影, 这在以前多龙俄丛领的时候, 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, 其实他们还不知道, 都兴哥秉承他一贯的官场作风, 官场中说话的方式只是点一下, 剩下的让你自己去猜, 你做对了事就是领导的功劳, 你没有做对, 那是你没有正确的理解领导的意图, 责任全部在于你, 可是这是战场, 这套玩法根本行不通, 没有明确的指令, 那就会捅出大篓子, 杜兴哥让后勤部门给这两人运点补给, 运多少, 运到哪, 要不要武装押运都没有明确指示, 于是当地负责的官员也就应付差事, 随便找了几辆大车, 象征性的运了点粮食, 给这两个人送去, 结果半路上还被白岩湖给截了去, 在没人管的前段时间里, 雷正晚这支军队也腐化了, 雷正晚有着四川人小富及安的心态, 现在突然发财了, 又没有随时都能令人生畏的顶头上子, 于是他开始抽起了鸦片, 而且弄了七八个小妾随军陪同, 这些女人有在陕西买的, 也有伏略的穆斯林妇女, 上梁不振下梁歪, 其他的湖南军官和士兵, 也开始跟着这个四川人学坏了, 也带着或抢来或买来的女人, 一起行军作战, 而且居然还生下了一大堆娃娃, 搞出个家眷营, 里边没事就乒乒乓乓的打起了麻将, 让人意外的是, 谁也想不明白雷正晚, 是咋让这支托儿带女的部队, 居然突然行军, 一下就出现在顾原城外, 顺利的攻下了顾原城, 但是教主除了给他留了一堆的死尸之外, 一粒粮食都没有给他留, 抽着大烟泡着妞, 这支军队居然还没有散架, 还能继续打仗, 看起来雷正晚这个瓜娃子, 还算有两下子, 但是久走夜路, 必碰鬼, 雷正晚的军队运动到了离金鸡堡还有十多里的地方, 军粮不计, 大家就只有喝稀饭了, 虽然只吃了一天糠, 结果就是女人闹, 孩子哭, 雷正晚的弟弟雷恒和其他几个营的官兵, 居然被女人和孩子搞崩溃了, 大脑短路, 招呼都不打一个, 立即滑遍, 被老婆孩子鼓动着往陕西跑, 雷正晚当时正在抽鸦片, 玩小气的享受中, 结果队伍跑了, 他还不知道, 等他潇洒完后, 清兵告诉他只剩下四营的弟兄了, 而且金鸡堡已经派出了马队, 正在袭击他, 于是他吓得魂灰魄散, 赶紧带着剩下的四营官兵, 牵着老婆孩子拼命的去追他的弟弟, 好歹终于在雇员把他们追上了, 但是穆斯林的骑兵也追了上来, 雷正晚兵无斗志, 又丢了雇员城, 一路窃战窃退, 损失了上千人, 一直退到了平梁, 才稳住了脚跟, 而曹克忠这个人比较本分, 因为攻下了莲化城, 所以前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人管, 但是粮食还是够吃的, 所以军纪倒是维持的不错, 然而到了接到命令的时候, 粮草已经见底了, 不过他在杜隆厄的军队里待久了, 相信领导是万能的, 一定会给他安排好, 所以没有存粮也出发了,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这个领导不是杜隆厄, 一路上全军饿着肚子不说, 而且他们的运气也实在是不好, 他们走的那条路, 恰好都是被教主埋了地雷的, 所以他们一路都在走狗屎运, 喝了杯埋了化学武器的泉水, 然后又遇到马化龙派来的人, 带着粮食和请祥书, 表示愿意悔过自心, 立刻全体投降, 由于这事太过于意外, 曹克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么好, 正好自己没粮的时候, 对方就松上门来了, 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对方的军粮, 把军队驻扎在离金基堡还有吉里地的地方, 写封信把这个消息上报给都兴恶, 让他决断, 结果他们在这里喝了几天的化学水, 吃了几天的八豆粮以后, 全军上下都开始拉肚子跑厕所, 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力, 曹克忠立刻反应了过来, 中招了, 于是带着部队一路边拉边跑, 心里暗暗的咒骂自己, 以前别人说穆斯林的饭吃的话听不得, 他居然狠傻狠天真地相信了, 其实穆斯林何止是话听不得, 饭更吃不得, 在逃跑的路上, 遇到了穆斯林骑兵的追击, 几次被树备于自己的敌人包围, 人都蜡虚吐了的曹克忠军, 全凭着过硬的军事数值, 优良的武器装备, 才侥幸没有全军覆没, 不过也损失了上千人, 结果教主大获全胜, 击退了两支清军主力, 接着他要乘胜攻下了一个叫金圣关的地方, 杀死了守城的提督梁生玉, 崩毁了关城, 于是他现在觉得, 可以跟杜兴鄂谈谈条件了, 但是杜兴鄂虽然打仗不行, 做官却是一个好材料, 他知道自己事情已经搞砸了, 而且也听说朝廷另外派了杨岳斌来担任陕甘总督, 自己在这里也是没戏了, 桃子没有摘到, 反而惹了一屁股骚, 西北马上就要崩盘了, 于是立刻就叫人上下活动, 把他调走, 免得秋后算账的时候, 把他带个现行, 朝里的人心领神会, 正好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, 发生了马贼的叛乱, 本来就是一个屁大的小事, 但是一群大臣却给慈禧太后说, 这事发生在咱们龙祥之地, 除了都兴鄂, 谁也办不好, 赶快调他去吧, 慈禧太后自然也知道, 这帮八旗子弟, 除了提鸟驾龙, 什么也搞不好, 不能让他们再出阳相了, 于是就顺水推舟, 把他调任圣经将军, 只等新任的散干总督一到任, 立刻就出发东北, 远离是非之地, 但是一将无能, 累死千军, 被都兴鄂这么搞了大半年, 西北的战局, 已经完全的逆转, 都龙俄军的两支主力溃败, 剩下的陶茂林部队, 接下来也出了大事, 本来可以立即解决的事, 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, 而这个时候, 正在半路上的杨岳斌, 也并不知道, 他还以为这是行事一聘大好, 老上级曾国藩, 帮他谋的这个美差, 是对他多年勤勤恳恳, 战功诸柱的奖励, 他也是去摘桃子的, 那么杨岳斌,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 我们下回分解, 好了, 今天的近视讲故事就到这里, 现在我们下回分解惺立场zie ch biởi, Virginia Business Committee 轻易进院ometric感情地解讯性,